是 喂 喂 喂 我 你又搞什么呀 谢谢陛下 又救了我一次 记得还 是 是 下子愿 上公 如何了 雨儿回来了 育针房的人也已经全部安全撤离 转道去了靳阳 准备混在宁和郡主的队伍中 回横安来 倒不是为一个好办法 可是 囚子良会让宁和郡主活着回来吗 如果宁和一死 他身边的人全都会因为护驾不力 难免一死啊 是啊 还是得想个办法 可以让宁和郡主不死 实在没有办法的话 只能让囚烟枝知道 郑武一世的幕后主使者 就是宁和了 这样一来 囚子良 岂不是更加讨厌宁和郡主啊 囚子良讨厌一个人 那个人才能活得更长久 三十名族子抵达靳阳 根据掌情人的吩咐 准备押送宁和回京 但进入驿战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没有打斗痕迹 没有尸体 在驿战守卫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三十名族子 就那么横空消失了 搜查了吗 我让官府 以师姐为由搜查 没有找到人 另外 还试探了一下郑武藩臣 发现他们武功不俗 尤其是弥沙郡主 是个高手 藩臣会武功不稀奇 但郡主是个高手 就不简单了 这是族妻 善模仿 你把当时 试探弥沙郡主的那三招 重新演示一遍 是 你去查一下 凌河出嫁起来 和此人关系如何 你去查一下 拿回去后 一日一服 连续敷上七日 伤口就应该能够愈合 殿下没有现成的药啊 楚国公不许我再捧草药 为什么 应该是 想让我专心当一个闲散王爷吧 管得真快 殿下放心 终有一日 我们不用受那老奴的要挟 你的事 原都回来都跟我说了 做得好 谢谢殿下 对了 忘了谢谢殿下给的锦囊了 但是 那锦囊被求胭脂拿走了 你碰到胭脂了 嗯 他说 佐马给了我什么东西 看起来很着急 不过 我还真不知道那是什么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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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韩月 升险担任先帝的左倾吴伟大将军 早年间 曾当过凝和的贴身侍卫 弥沙所用的 确是他的武功 是的 重重迹象表明 郑武还有正式刺客背后的主使人 就是凝和 动机 条件 全部给你推断的吻合 我不能原谅他 尤其 他还将韩将军的武功交给外人 好 他想回来 那就押他回来 让他看看 自己做了多蠢的事 可大人要他死 爹爹看到这些 就不想让他死了 会让他生不如死 陛下有疑惑 要问臣 是 可是 锦囊一事 王叔为何会有 玉针房的破阵织房 又如何得知玉娘有猴急啊 这位姑娘 你可否 能带我回答这个问题啊 紫苑姑娘 你是不是认识我 房主房中 有一幅您的画像 所以奴认识 他为何会画我的画像 自从您四年前救了房主性命 他就一直感激您 仰慕您 原来王叔救回玉娘 四年前 玉娘赞助菜市九四时 遭人凌辱 惨遭割吼 寻成大夫无法移植 承熙便把他带到我那儿 虽然治好了他的伤 可生线却无法修复 朕多疑 还请王叔不要放在心上 必须 周平 你们发现了 啊 非常难见 你啊 老将 能不能活上 端舆 能否 找人 可生 又没有 那你 光王殿下 您之前给我的那个 最后一个锦囊 梁晓儿便日 是不是说 我要把不服之人 带到陛下身边 抱歉 我的理解没错吧 梁晓儿便日 圣人亦有不知之事 我实在是继穷了 想让你自由发挥 现在看来发挥得不错 我 想什么 殿下 陛下 光王殿下 酋子梁紧急调动 神才军三千人 前往晋影迎接宁河郡主 此前酋言之 曾派遣部分族子前去晋阳 奇怪的是 族子们在潜入驿站后 便失了宗 将秦营的族子 个个身手不凡 怎么可能会莫名失踪呢 四世 朕无藩尘所谓 他们的武功 静高到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杀掉那些族子 未必依靠武功 一盆佛剑笑 也能做到 您和姑姑有此花 佛剑笑很难种植 更别提 朕无这种苦寒之地 离土即死 殿下 您屋里内盆呢 在求燕之手里 求燕之 当然不会用他来对付自己的族子 所以问题 还是出在了郑无的凡尘身上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 求子良 为何会派神才君去接人 他若是想让宁河死的话 不需要如此兴师动众 也许他已经知道了 玉珍房三百人 要解机回京 这是一种可能 另一种可能 他不想让宁河出事 那怎么可能 他一心想要宁河郡主死啊 承熙求见光王殿下 你也不想让宁河 奴自作主张 请陛下责罚 你说 你是故意将洪孤一事 泄露给将棋营的 奴听说求燕之 派人正在查宁河 就将相关的证据 塞了进去 为什么这么做 陛下 宁河郡主对您不怀好意 他此番归来 是来复仇的 所以你就先下手为强 让仇子良去对付他 我是为了保护您 也是为了让玉珍房三百人 能顺利回来 为您办事 陛下新路 很好 承熙 你非常好 你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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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说我 работает 我懂了 我开我 你做错了 有什么东西 我看你做错了 我看你做错了 陛下 你只想着如何保住御针房 可曾想过宁和的下场 他本来就是要死的 现在仇子梁反而不会杀他 让他活着了 让他活着 备受折磨吗 他罪有应得 他也是我的姐姐 他还是陛下的姑姑 承夕 你以后恐怕没有机会 再让陛下起伏了 陛下 臣替姑姑请罪 姑姑虽然是为了陛下 为了子一举 但错了 就是错了 你不是帮亲不帮离吗 是 所以臣愿替姑姑受罚 但陛下 郡主现在危在旦夕 能不能等臣救助他之后再说 所以你要去救他 是陛下要去救 不是吗 陛下 我们现在有三百人 镇吴藩臣各个武艺高超 将其应无计可施 神才军现在 明面上也是听圣旨的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是有力的 但朕也并不想去救宁河 他作恶多端 逼着朕跟丘子梁自相残杀 回京 也只不过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 那我们更要去救他 粉碎他的阴谋 你为何如此的欺人朕 也许朕是个坏人 朕有罪 朕所遭遇的刺杀和报复 都是罪有应得罢了 陛下 曾经的您 臣不认识 但现在的您 在陈西墓中 是个好人 嫜 臣绝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 臣决不会让你后悔跟错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从你成为了长齐人 就再也没有服侍义父了 是女儿不孝 女儿以后常常过来 义父把神才军的兵力借给你 希望你物尽其用啊 爹爹放心 女儿绝不再犯玉珍房的错误 你确信 这一切都是宁和 在背后搞的鬼 是 尤其是玉珍房的事 我们都被他误导了 大人 从玉珍房搜到的剑 回三十多年前 镇南节都市齐青叛乱囤用 但最终没派上用场 就一直留在了那里 那个八卦机关呢 也是吗 是 机关所用玄铁 与剑身相同 这么说 玉珍房 其实是齐青的 没错 齐青死了三十年 那里早没人了 如果真是紫衣局的地盘 没理由齐燕不知道 程若鱼也不知道 我们后来寻着线索 去了一趟齐山 在那里 遇见了同样去查此事的程若鱼 你不认识 种种线索 都指向宁河 而郑武 毒针上的喉台之毒 也宣告了宁河的用意 他要替先帝报仇 报仇 好啊 都十五年了 本宫没有动他 他倒好 想先动起我了 他什么时候到啊 不出意外 三日后 看来 咱们得好好招待 这位故人了 2 3 3 2 50 2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陛下的吗 我之前去齐山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杯囊里 这没有留个东西 在这个杯囊里 那这 是不是球烟枝 逼我浇出去的东西啊 这上面怎么没有字啊 你别弄了 你别利用了 什么意思 将擎内讧 昨晚栽赃陷害你 球烟枝追着你跑 真正的东西 还在他们的手里 真的是 一个个都把我 当背过的冤大头 陛下怎么还笑得出来啊 害怕与球烟枝 那样厉害的对手为敌了 怕 我的字典里 就没有怕这个字 不过 球烟枝给我的感觉 真的很奇怪 你说他是好人吧 他做了很多坏事 可是你说他是坏人吧 他又一次一次暗中 帮我 你说他到底图什么 想知道 继续反奸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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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手上的这个东西给他 他 他 不信我怎么办 他会信你的 他会信你的 我也是 我也是 我希望你有足够好的理由 让我原谅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叶碳降机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责问自己 为什么将棋营的警戒 如此松险 就是这个人 一直跟在你的马车后面 偷听了不知道有多久 看来将棋营不仅警戒松险 人心也不起 你就为了这么个东西 追到棋山 还对我拔刀相向 求言之 看来你也没那么聪明啊 你想用他换什么 求言之声醒多疑 和他义父求死良 简直是一模一样 那我该怎么办 你与其想着 如何编造一个假的谎言 让他相信 倒不如 直接跟他谈条件 玉真房 只是玉真房 区区三百死侍 你倒是应该 能帮我瞒住你爹爹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答应你呢 不答应就算了 人和东西都给你 告辞 可以 这就答应了 好 就算你不求我 我也会让他们回来 你不怕吗 区区三百人 我还不放在眼里 况且 对异时对手太差了 也很无趣 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 我就当时夸奖了 这是干什么 以茶代酒 庆祝我们正式联手 不怕有毒 要是有毒的话 我就杀了你 你 猴台 到底是谁让你来毒我的 是 也许她的秘密 就藏在这里 也许她的秘密 我还是想不通 你为什么要帮齐燕 大人本就不喜欢她 想要换了她 因为没人比她更合适 什么 我想当皇后 光王太淤 安王太弱 而且 我若是当了皇后 齐燕便会一直生病 然后 你就可以效仿女帝 临朝称制 妙啊 那齐燕听不听话 其实就不重要了 后院那些小皇子 也都可以扔了 对了 左马好像发现你的身世了 你打算如何处置她 她虽多发现身世有假 但绝查不到我是谁 可留着她 终归不多 但贸然杀了 爹爹必会追问原有 先关着吧 等想到万全之策再说 好 那你早点休息 明日还要迎接凌和郡主呢 好 我还在旁边 您是想通过 要不及我 赶紧 您实际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得给他陪葬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姑 陛下 您怎么了 您做噩梦了 我说 陛下 您要是实在担心您和郡主的话 就派臣去救她吧 丘子良不可能会杀她的 朕只是想让她入住寒凉殿 探认她是不是真正的第三人 又或者 引出真正的第三人 陛下的意思是 此人如此蹊跷 另有炫机 此人如此蹊跷 此人如此蹊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容称 floral 过时 发起来 有点感免 由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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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儿的意思呢 是觉得陛下像着桂花糕 是因为 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 讨喜 但是呢 料足未浓 尤其是这人情味 就像陛下对您和郡主一样 虽然她屡次想要害陛下 但是陛下 还是对她像对家人一样 陛下 臣觉得这样的陛下 最是好看 肚子饿了 我 没有 没有 拿着 吃吧 还凶啊 吃吧 吃吧 来 吃吧 看 他 没有 会不会 陛下 臣以前呢 也经常做噩梦 噩梦醒来之后 跟您的症状是一样的 全身紧绷 头痛难眠 这个时候啊 姑姑就常常给我这样按一按 让我放松 所以你是诚心 如指钦 以前 我什么都不记得 也什么都不会做 就只会苦 是姑姑日夜照顾我 如果没有姑姑的话 就没有现在的我 所以你说帮亲不帮礼 陛下 我知道姑姑做错了事 我不愿意放弃 但是为陛下的执剑人 我更不允许有任何人伤害你 包括姑姑 你这年纪不大 想的可真多 好一点了吗 好一点了吗 好多了 上去一点 陛下 老奴有要事禀报 快快 陛下 预真坊的紫苑 说是昨夜在荆州遭到夜袭 宁和郡主受伤昏迷 他还说 现在荆州刺史 正在盘查随行人等 恐怕 恐怕我们的人要暴露了 燕池答应过我 不会动我的人 那这刺客 又是谁派来的呢 朕亲自去荆州 陛下 这万万使不得呀 现在事态未查明 陛下要去了 那就是以身涉险哪 陛下 让臣去吧 朝天不可一日无君 陛下您千万不能离宫 让臣代替您去一趟荆州 一探究竟 好 感觉怎么样 什么 佛剑孝 砸碎的花被我拾了回来 提炼成香烛 你现在闻到的就是 佛剑孝离土祭祀 你还真是有点本事 怎么 我是谁 你没查到吗 你当然查不到 因为我的身世 是真的 贱人 你除了编造身份之外 你还跟光王联手陷害了佑玛 佑玛 是 是啊 是吗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你敢摸着自己的良心 当着佑玛的在天之灵 能再说一遍吗 怎么 不敢了 佑玛死于无能 佑我何看 你 他沉迷 沉迷花草中毒 而不自知 看守光王八年一无所获 你怎么会像我 如此废物 生前我就不信 死后又有何怕 你也赢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你呢 要不是大人在乎你 你现在还在勾篮里卖笑呢 乔颜之人 你伤过我一只手 不付出一点代价怎么行呢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很温柔的